死刑立即执行 广州黑老大吴柱油为了命根子 枪杀村民打死兄弟 打死结义好兄弟 把人埋在水井里一年才被发现广州花都区黑老大吴柱油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他在赤泥镇白泥村土生土长 留下的恶民令当地百姓文封丧代 上世纪90年代起 吴柱油就在赤泥镇的地下赌场里混进 赌场几乎等同于吴柱油的命根子 他身上的几条凶漫都和赌场有关 2004年 吴柱油在村里的老人文化活动中心开赌场 村民吴某祥不同意吴柱油把赌场开在自己的麻将档里 就被吴柱油派小弟砍伤 有村民表示 吴柱油帷幄独尊 就像是村里的土皇帝 谁也不放在眼睛里 比黑社会还黑 吴柱油还总是勒索敲诈村民和附近工厂 而他的宗亲们看到有利可图 也纷纷助纣委虐 上百名村民联名揭发吴柱油的恶行 这个盘踞当地近十年的犯罪团伙 最终被警方一网打尽